Flyce目前球速的領先投手一好三壞 看會不會繼續出棒 真的打了 在左半邊方向相當深遠 來看看這個球 哎呀剛好過去 就這個時候你找Flyce 好不容易來聊天室刷一盤吧 你幹嘛有來到現場嗎 我看一下 今天這兩萬人我可能很難找 所以說現在的球員朋友不要看手機 Flyce在今年球季所出現的第一紅 大部分球還是有辦法讓 這中心球有效的一個突破 再來看Flyce剛剛這一棒 我看到 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半邊方向 還在推啊還在右半手推 有了 哇這個時候 一號中砲出現全壘打了兩分砲 陳子豪炸裂 一直右半邊方向的兩分砲 來看一下飛行距離360 六個字一號中砲炸裂 這個球被他給逮到了 打出去就覺得有了 打得成功化解危機 這球拉到右半邊咬得蠻結實的 來看這球最後的落點 進到了觀眾席 這是一發紅浪 岳振華敲出了一發洋蔥炮 幫助中信兄弟在三局下半追平比數 1比1 才說岳振華有打過他全壘打 今天終於被他打出了 紫砂球 在抓紫砂球打 這個有抓到 完全咬中了 這一球咬得蠻紮實的在中間方向 陳潔線往後退往後退 see you later 第2 福萊希本季的第2發全壘打 幫助中信兄弟在四局下半 是超前比分3比1的領先 抓比球的訴求了 咬中之後中外野的全壘打 408英尺挑戰中 哇這個球完全咬中訴求了 打出去非常有氣勢 對啊就很有信心了 無論兩個次外球爆上 這一球咬得蠻結實的 在右半邊非常深遠的一個飛球 see you later 約東華 又出去了 紫砂球 又是一發全壘打 中信兄弟團隊今天第三轟 今天真的兄弟的打線 長打一隻接一隻啊 5比2 3分領先 天高的紫砂球又被咬中了 卓振華都有開轟啊 跟兩年前的季後賽完全一樣 都打出兄弟打出全壘打 其實差別現在球隊是落後 往空中帶打到右半邊 這個球 新的 換了 換了 就是可惜今天打線就是張濕浩跟 東大哥是清醒的 如果這當中多幾個上壘者 對 這次全壘打帶的結果就不一樣了 本賽季張濕浩的守候 禮拜的比賽 面對這個單子的曲球 希望每個選手都像這個張濕浩這樣子 那個球是欲望要強烈 對對對 哎呦 結果說得住了 這一棒打得還蠻高的 還在飛這個距離 守得住嗎 守不住啦 那就連續四個打樹強打 說著說著 想著想著 還是要靠老大哥 然後還說說說這個 要注意的是 近期狀況最好的就是張濕浩 沒有Double Play的話 對 後面就受傷了 好 被咬中了 這個球其實也沒有說掉得很高啦 只是說張濕浩這邊整個擊球的 得到兩分 這一球打成了在左外方上 非常深遠的 這一球一去不回頭 阿福 偷了一個左外方上的三分球 Foot3 這個時候一棒三分 直接幫助忠義兄弟在這場比賽取得了一個3比0的領先 本賽季的第三轟也出爐 扎扎實實的咬中 所以剛剛的攻擊來看出來就是有點抓樹球在比較高的位置 最後也讓他等到 敬雷點 幾乎在2號位 這一出手不離開大家就知道不妙 這一球打擊出去在右半邊非常深遠的飛手 往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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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起來沒有辦法接 白愛樂的掰 來 招動 SOSHA 這個時候 周思琪炸裂地發優外方向的陽春全力大 擴大中心兄弟的領先為4比2 本賽季的守候出爐 哇 不厲害 今天在前面3局已經是挨了兩發的拳雷打 今天前面的4分都跟拳雷打有關 在比較高的位置 就是搭著4摸攻擊 所以不管是周思琪或者是弗來琪 他們差不多都是設定在2號位來做攻擊 一號一塊 兩出局 陳詩鵬對陳文傑 這個球打得蠻紮實的在右外野方向 GO 哈哈 陳文傑開轟了2分炮 這時候本季的守候 一棒幫助中心兄弟現在逆轉的比賽 2比1朝前 可以拿分數的時候沒有多拿一些 對 對 一棒拉出去在右外野方向 是 雖然感覺上有點頂著逆風 就算了 哈哈 這棒打得蠻雜實的 在中外野方向 還在推這個球 最後跳起來 HOPRA 詹子仙 葵文了214天 再度開封了 本季的第一發拳打 棒打江國豪 我中心兄弟在昨天 陳文傑是可謂9場開轟之後 今天再來一轟 佳妹這球打出去真的是 受風是影響會比較大 打中外野來看的話可能就會稍微比較小一些 但不管如果這根球真的是完全咬中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深浩尾有這種意圖想接 但是真的來不及 對 詹子嫻接下來打第一球在右半邊飛險距離也蠻深遠的來開下 這一球過強了 全力打 六局上半 詹子嫻 張宏炸裂 2分砲 讓比數變成了4米 這一棒對布雷克就產生重傷害 對 沒錯 因為長打出現 而且是一棒兩分 不過這個球也打得很漂亮 張子嫻這一球打得沒話講 外角低帶到了反方向 嗯 張子嫻一棒把球掃過了大牆 這一發全力打也是 張子嫻今年球季的第二轟 幫助球隊擴大領先的差距 康義是有一個點 哎呦 這一棒咬得非常扎實在右半邊的飛球往後退 結果一去不回頭 越振華越打越遠 本賽季的第二轟是一發SOLO SHOT 哇 首打齊三兩大 在第二打齊直接開轟啊 好像看愛普樂球看得特別清楚 對啊 都非常的扎實哦 來看一下敬雷點 田 但田 田歸田啊 打者你也要用這種好的擊球能力 這個球可能在昨天的風 超過了三成四 這一棒來看一下打得也是非常的扎實 在左半邊 最後是出去了 海景第一排 白了的掰 也是一個SOLO SHOT 戰皇本賽界的第三轟 這個時候幫助中兄弟啊 在這個半局出現了兩發的全力打 擴大領先為4比0 哇 也是一個平射炮 那你猜這顆球打得要比 月正王那一棒更平 看一下 高起來 今天確實真的有一些石頭的空間 中兄弟 中兄兄弟單局所敲出來的第二轟 這個球飛起來速度很快 打到了一個中間方向的飛球 這個球彈出去了嗎 那是三分炮啊 這個是一個中間方向最遠距離的 HOME RUN 直接呢把戰局給逆轉了 所以剛剛雖然有喊暫停啦 不過沒有收到效果啊 陳溫傑這一棒 這時候來了訴求啊 直接在中間做攻擊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打到這個黃線了就往後彈啊 直接變成三分炮沒有問題 這一球馬拉 歐馬拉 有關 有關 各位觀眾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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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Long哥剛剛 Long哥是對的 Long哥是對的 原來我們人要做也要貪心一點 有點緊急 可是要有企圖心 不要有企圖心 至好好樣的 今年的第三攻 兩噸炮 5比7 可惜 那是我 我剛剛沒有道歉 下一棒道歉 持續有那個紫插球 這個時候 這棒 張志豪也打我出了 這球一打出去就知道沒問題 直接 這是剛剛在去角質啊 這一棒搭起來在右半邊的飛球 是 怕不怕的 是 要看!要看! 但這個時候先跑再說啊! 這個時候裁判主動來看電視一下 HOMEBRAW 想找本賽季的第四空吸發 兩分打點全量 再來看一下 選這個球更甜 尤其是變化球在五號位 大家都在看 這一球擠出去打散了中央外野方向的一個飛球 兩立野手都過去但這一根球過了!過了! 三分跑!中央兄弟把比賽給追平! 又是鍾老師開金口 變速!變速! 真的一棒變過來了!中央兄弟現在五比五平手 陳文傑又要打了 是! 完完全全的咬中啊!這一球剛好過牆 再來看一下這完美的揮棒 完全被咬中 嗯! 球在中間的位置 不是比較低心些 但張志豪就是喜歡這種 撈起來的回老師打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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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這種位置 陳文傑先生其實也滿辛苦的 這一球有半邊! 帶打全雷達!這一發全雷達出來了! 今天一發帶打了三分跑 這一球又是全雷達! 張志豪連兩發全雷達再見比賽! 今天的英雄張志豪 今天的英雄張志豪 這一球融起來 阿福子外野方向 有了! 撲起來! 這時候來一次SOLO HOME RUN 總不能讓張志豪演一個人的舞靈啊 其他人還是要跳出來 但就像昨天比賽講到 周慶雄進在主場缺什麼 其實缺的是長大的一個事實的發揮 福萊西本季的第四轟不容易啊 不過他出賽的場資源也不多了 那飛球其實投的也不算太差 還是就被福萊西給撈到 所以也滿不錯的 這一球撈起來 看到右外野手 看著他上看台 來!終於炸裂陳子豪 喔!世界名曲唱的右唱 這時候終於是炸裂陳子豪 紀念球技 陳子豪個人這一個是第二次 一掃到就知道是留不住了 親切共心區 再度取得領先4比3 這一球撈到右外野方向 後來到後來 喔! 炸裂陳子豪之後炸裂陳子豪 炸裂陳子豪 哇! 所以啊 才直接在比賽真的一直提啊 這些左達者在周慶 一定要發揮啊 同意喔 我來看一下這一棒打得很雜屎 這顆球應該是不用看了 中信兄弟連續四場比賽敲出全壘打 岳振華一棒炸裂 賽前的數據真的不會騙人 沒錯 在這場比賽之前生涯對戰六之三的表現 現在是一棒賺回了兩分 也讓中信現在取得3比0的領先了 這一打出去林哲軒往後退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他無奈的感覺 這真的打得也沒話講 哇 才說要小心 他最近真的很會轟 用一隻大隻的紅龍啊 本季第八轟啊 有時候真的那個開關打開的 真的就攔不住了 帶打開轟的也有 對 還真遠 滑球掉下來啊 大腿的這個位置 而且你可以看到在兩好三外 其實這個時候的張智 他並沒有去 會比較好 因為那個手感太旺的時候 這一顆就是第三十五球 約東華這一棒掃到了右半 來看一下距離夠不夠遠 最後這個球過去了 全力打 三分打點的紅布朗 在兩出局後 約東華為中信中立送上了 這一把全打 讓中信兄弟先持得點三柄領先 不過這一次是牢牢逮中了 李子強非常甜的一顆直球 沒錯 比較高又比較中間的球 他也正好設定是速球的攻擊 那這個位置大概只要擊球點 然後甜蜜點抓好 大概行程長打機率就很高 最棒 扛起來 左外野方向 這是全雷達的一個仰角 上去囉 阿古 收了紅浪 兩個打型都打得很扎實 今天六個雷達組 左外野方向的一支全雷達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打型 當然他觸碰的兩個組 的位置都是在比較偏高的地方 所以他是設定位置 而不是去設定球種 揮擊之後也有一個很好的結果 所以一個變化球都在高的地方 看起來是一顆高角度的去球 李子維這瞬間就知道 這個球已經逼出去了 再投球的時候是有辦法 這球 中外野方向 這個球 這個球 哇 中外野方向的力壓動 secondo 三個打數 十個雷達 看他好像在打拳打大賽一樣 比較可惜的就是 沒辦法馬圖略 雖然槍子做給他了 但是現在就只差一分 還可以再等球看看 出棒 這個球 右半邊 右外野放手 快點 最頂的一番 最頂 第一支 誰來第一支滿棺炮 406英尺 六局後半大短攻 現在8比5 滿超前的王偉誠 本賽季守紅 而且是一支滿棺炮 這邊其實準備要出棒的節奏 跟王偉誠過去一樣 球速的時候是一個全力的阿娜 對 這台球打得滿紮實的 左外野放上 好 兄弟在這個班局現在 逆轉比數變成2比1 1分領先 對 所以球速落後 對決是一個相當不利的 一個時機點 那一號三外 不想保重的情形下 這個球也是投到一個內角偏高的位置 讓張子賢來做攻擊 那扎扎實的咬中 又還了一發 這個兩分炮 之前本季的第四轟 這一次中興兄弟今年從 林子儀手中打出的第一支全力打 對 所以我剛才強調說 對決的一個時機點 如果是球速落後 我覺得佳安團這邊換投的一個時間 可能要改得更早 變化球 咬到了 被咬中 又外野 第九轟 連著兩局 與有中興兄弟都出現全力打 而這個範局現在還沒打完 現在又是一支兩分炮 比數來到了7比1 上半那個揮擊有點類似 對 完全咬中的揮棒 而且這個球就是我在講 你球速落後 你不想投壞球 不自覺這個球 都會比較偏中間進壘 那這個球 滑球 投到從這個 張志豪的內角 打擊率 這球帶起來 咬中在右外野方向的山遠飛球 一去不回頭 兩分炮 在手打的時候 其實就打出了一個 右外野方向的一個界外全力打 這個時候來到第二打擊 扎扎實實的2 round shot 這個時候幫助中興兄弟一口氣 就把比分來逆轉超前2比1 約正華本賽接著第四紅出爐 對一打都知道差不多留不住了 嗯 第一次的打擊喔 揮棒的時間點就掌握得很好 哇 而且又高起來 嗯 這一個揮棒的仰角 力道 完美 好 拚了拚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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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數的對決 三壘有跑者 這球拉起來在右半邊的 平塞球非常的遠 再來一個 兩分跑 哇 今天兄弟隊當中的真兄弟都有開轟 都是2 round shot 哇 這棒真的是帶著1號木桿啊 把小白球撈出去 這球感覺好像有點用單手在拉 有沒有辦法拉那麼遠 岳東華跟岳正華 真兄弟量子糾纏 看一下這球已經非常的低了 對 雖然有點用單手去撈 哇 急球田有掌握到 再加上後面他那收棒的軌跡 這球其實劃得還蠻大的 這是單手撈出去的一個兩分炮啊 急球 太大爆圖啊 蘇偉達的SOLO紅泡 現在是嘉儀 一棒 有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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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一棒直接讓中英雄這一發 比數給追平了 2比2的平手 哇 好手 真的 帶他爆頭啊 那今天當然感覺要好很多了 這一球打到了左半邊 滿街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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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 來了一個 兩分炮 江坤 這個的比字啊 來看一下 這個是OPEN 對 今年的第一次 OPEN 對 他自己本人是說他不太想當 但他一直想要讓他去 你不贏 因為比賽打拳役 跟這個拳役打拳役 打拳役打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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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 真的蠻有難度 你說比賽的話 可以藉著投手的一個球速 來借力實力把球打出去 這兩奧兩敗 打拳了下半 這一棒打成一個 反方向的飛球 哇 哇 哇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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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個 反方向 哇 太厲害了 他做到了 哇 好我們炸烈 是 哇 這個厲害了 我講的還蠻準的 真的 越來越好 找到那個感覺 反方向不給他滾出去 哇 這個厲害 一分跟三分 最大差別 包含了 說著說 說著說 最棒 又外野方向 最棒 最棒 又外野方向 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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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喜歡 是某家這個 太多機會了 得臉軒 藝安難球 左半邊 出去了 出去了 這樣 兩分炮 還有機會 現在追到差兩分 詹子嫻這次全力打 左腕野的平射炮 367英尺 我覺得不能放棄了 我覺得不能放棄了 可能這個時候對方會換 另一位投手 對 今天把他的連續上來場次推進到第24場 然後在九局後半打出本賽季地鼓 又是一支平射炮 這個球 看起來是個滑球 濕頭了 球大概很裡面 這棒帶到右半邊 打得非常的高 來看一下王威城要賺錢了 一萬塊直接入袋 哇 在一好三彎的情況之下 這一球應該又是被Jordan給接到了 對 沒錯 比賽一開始 中信兄弟的隊長王威城 紅出了本季的第二發全雷打 那委員有得發揮了 哇 這一球仰角王威城帶得非常的高 沒錯 看一下從左從左 是否現在的訴求有稍微在高的位置 那因為是三外球了嘛 所以打擊者比較容易設定 這樣的球物來攻擊 江桂宇這一棒掃得很高 在左半邊 來看一下 Back to back 開頭了 哇 又出去了 江桂宇本季的第二發全雷打 中信兄弟的雙核彈頭 一右一左 在比賽的一開始就響起了戰曲啊 哇 連續的兩發全雷打 讓中信兄弟的2比0的領先了 拿出局數 還是高的位置 這跟威城那個球是很類似的 這兩棒真的好不客氣 激烈的關係 沒錯 那現在真的又是對 像王登順 這個球 阿達利是有 在飛看著球 又縮著縮著就出去了 兩分跑 哇 這一棒呢 讓中信兄弟啊 馬上呢 就把分差給縮小啊 我想身為職業選手就是這樣 機會當 當機會來臨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把他把握住 那 看慢動作 因為我剛剛看那個弱兩 他是沒有上到看 你是剛好越過去 拳雷打牆 對 剛好越過 到那個通道 對對 到他要滑到哪裡去 唉唷 這個球撈起來 看著球到了拳雷打牆啊 再見啦 張志豪是霍爾殺手嗎 從他手中打過兩次 今天呢 團隊的第二轟啊 那這一棒楊春炮呢 是把比萱給追平的 而且本季的拳雷打 也來到雙位數的十轟 要小心喔 然後外加 志豪跟 志豪這種有力的打者 尤其像今天看起來 風向有點比較偏右外野 他的對戰 希望他能夠製造一些差 哇唷 這個球打得很高啊 還在飛啊 攔得住嗎 又出去了 聽到張志豪 對 今天雙響啊 瞬間變成十一轟了 前面那個就 這樣投手就很難去 去投了 是 那看霍爾 剛剛對張志豪的過程中 都完全沒有要閃躲 他其實就是 然後就壞球連 是 是 喔唷 這個球又拉 還在飛吧 要再來嗎 到了絕對打槍起來 跳起來嗎 有三下炮啊 今天一個人 哇 這個 讓客隊的 中信兄弟的球 今天通常這是什麼 什麼球 怎麼來怎麼打 是 哇 這個都又 又是剛好 這很帥 這一球 打得滿扎實了 歐瓦 歐瓦打出了 十三 連續兩場 哇 哇 再一次 再一次 西偉 再一次 讚啦 讚啦 哇 果然 只拉到二壘這一邊 哇 這時候又棒 還有一個相當好的一個打擊 一個爆發女 就是打好球 好球 再來自己觸棒就好 自己進入到八球 K 結果是從少子 同樣的一次 今天專門打這裡 喔齁 又是SOLO HOME RUN 中信兄弟 跳得第二棒的岳振華 來了這一發 再追一分 大家都被自豪帶起來 喔齁 但這個球是有被咬到啊 還蠻遠的喔 繼續飛啊 看著球 出去 哇 真的是桃園是他的府地啊 在這邊呢 開轟了 我真的說 我真的真的是有掌握住 這個 自己的機會 然後 打給他 然後 今天雖然那邊算八天嘛 七到七啊 八天啊 三隻拳連打在這一周出現 在這一周出現 這球還打得蠻遠的 哇 那對於成貴來說就比較可惜 因為前面那幾個區球 配的位置都不錯 這棒在左外野方向 來看一下 GO 滿冠蛋 這怎麼回事 大滿快生涯第二隻的 Green Slam 哇 直接一棒炸裂 攻回四分 哇 那五隻留下來的炸彈 全部引爆了 中信兄弟 很需要許激鴻這一隻全雷打 而且他是打反向的 沒錯 這個打的實在是 沒話可講 還是一個變化球 反方向去攻擊 居然 球飛得這麼遠 哇 這實在是不可思議啊 這一棒把球打著了 在右半邊方向的深遠飛球 不搏嗎 欸 上去了 兩分不到 他聽到了你的想法 東哥 好 月振華 這個時候敲出了兩分 打點純A打 好緊 真的 對 三百六十二一尺 三百六十二一尺 今年球季的第六轟 看一下 黃偉友這個球被約振華完全掌握了 這個範圈 看他的東西拿著 爬出一個球道相當遠 先選到了兩外拳 這個球出手 結果打倒式的左外野方 三百六十二一尺 全雷達 江崑宇 西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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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是西苑殺手啊 來自西苑的曾俊苑 被江崑宇偷了這一發 再見全雷達 西連賽季個人的第三候 而且是他生涯 第一發的 Walk Out Home Run 再見全雷達 哇 江崑宇 氣勢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啊 哇 在十局的下半啊 今年中那兄弟打的 第十二場的延長賽 靠的是江崑宇 敲出左外野搭牆外的 Solo Home Run 而且是一支 再見的 楊春炮 方足球隊最終 是一比零 氣抖了呼包涵槍 哇 有點雞皮疙瘩 真的有點雞皮疙瘩 真的有雞皮疙瘩 而且真的就是西殺 哇 這兩局也令人印象深刻 那再來講到就是 眼睛選手 江崑宇 打出去就知道了 哇 真的 再見鴻 所以他生涯 第一發的再見全雷達 然後生涯也不過就 這幾個賽季擋下來 十三支 那曾經有打過 滿罐炮 是從陳志豐手中敲出來的 但是這是他生涯第一次 敲出再見全雷達 江崑宇 這是他在 19年加入到的中華職棒之後 這已經是第五個賽季 第四個完整的賽季 他敲出了他生涯首支的再見 Walk Home Run 這部分都要去想 這個球出手 等一下 忠達老師在中間放這樣的配球 你看看 忠達老師 少一顆乳蛋 少一顆啊 明明就應該是滿罐炮 但是這個氣勢不一樣了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打出去就知道是全雷達 雞皮疙瘩 對 完全是沒機會 對 沈溫傑 有沒有覺得現在也不能客氣 現在的機會 對 你難得從鋼龍 王海騰 頂尖的羊頭當中 打下去 雷達 跑壘的一個狀況 是出現比較多的一些問題 這一球 往右半邊 確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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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出去就知道 就在那打擊去 慕送著這個球 飛出去 滿有自信的 陽光 還出現慘 穿透原本的烏雲 這個球 也打得滿扎實的 在中外野方向 不會追靠北吧 太簡單 北 北 北 這次 再來一次 陳昆傑 有一就有二 這個球更遠了 中外野方向 418英尺 陳昆傑的狀況也回來了 今年球接著第四紅 跟在許姬鴻之後 低的雨 沒有攻下任何分數的陰霾 真的跟天氣一樣 一掃而空 哇 這個球也抓到一個高球中環手 陳傑健 拼拼地往後退 最後是 打到了應該是回牆的 要過了 直接過了 直接過了 打到前面 牆外的那個水泥 水泥的一個地方 打到二樓盤回來 九二雷神 用九十五 目前是超過八十球了 這一球撈起來 在中外野方向 撐到了嗎 出去了 紅了 抓迷 陳昆回來了 416英尺 打得扎扎實實 是本季的第六紅 這球 這個球也不簡單了 硬是被他撈向中外野方向 乾淨立亂 哦 不帶 硬是在進那裡還是進外 還是在追球 再來看 這球打得也是瀟灑吧 夏哥只能目送 這一球撈起來 又外野方向 這一球撈起來 再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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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y away 兩分的群雷打 啊 岳振華 大號的群雷打 夏哥一跟女子後 怎麼 浴水蒸發 哇 這一球一打出去就知道 哇 真的大號耶 好像停在那裡 讓他打一樣 距離是夠啦 比較擔心 最後十七這個地方群雷打 看不見 哦 他看到了 真的嗎 是深遠 不然遠得出自然的人就會多了 這個球出手 結果打到的是在中間方向的回球 走外的時候還在追還在追還在追 有了嗎 但是沒有了 跑 退不到了嗎 直接打出 要下場 他重破 Sovra 高宇健 哇 在這邊炸了一番 楊春炮 哇 跑太快了 應該是慢跑 再跑慢一點啊 好好享受一下 真的 他倒壘撈得滿 很迅速的 哈哈 哇 這是他今年的守紅啊 終於吐了一口氣啊 讚啊 讚啊 這個真的接不到 這兩場打都是他打出來 沒錯 那種對於炸打擊隊的心態是一致的 這一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 啊 上去了 這還是得靠 紅不浪啊 對 全壘打攻勢了 今年許金翁個人的第一 四職 對 這一球打得滿扎實 滿深遠的 421英尺 我還是有機會的喔 只能靠全壘打戰術 其他戰術都不太有效 這球一轟出去就知道有啦 這一球撈起來打得滿扎實的 在右外野方向 出擊囉 蘇娜 所以前面黃戰龍教練稱讚蘇娜的部分 不是隨口講講 他確實是有他 他不只是手臂的多功能 他打擊其實也有他的一個 他的一些優勢的存在 對 他有一個很好的內容 他其實在 你看他的揮結 真的型態真的跟過去的花花滿類似的 但是他比花花更有長大的力量 戰黃三成零四的打擊率79只安打 有六發的紅棒 第一球就出手來看殺 飛得很適遠在左半邊 是 紅棒嗎 是 哇 這球是在 左外野標杆的附近 最終是一個陽春拳打 這邊衛拳要不要來挑戰看看 鎖定第一球就做積極的進攻 然後拉回來在左半邊 仰角高度距離都沒有問題 打出了本賽季的第七轟 幫助兄弟覺得1比0的領先 紅棒 維持圓派 投得好 還加上他的曲球 就不是那麼好打 這一棒帶起來非常深遠 在右半邊的飛球往後退 結果 抬緊第一排 上看台 上看台 旋律打 本賽季的第八轟出爐 也是他連續六場比賽 有安打的演出 距離來到了411英尺遠 是 幫助忠義兄弟 是打下球隊的第二分 這個揮棒的仰角相當漂亮 沒錯 完全被他咬中 這仰角又做得很夠 真的 真的是海景第一排 但這一棒又是一個外野的飛球 這一次留不住了 上看台 還是出現全雷打 這個我們在賽前就有特別提到 前兩場比賽都有挨到這種重攻擊 所以等於是 連這三場都會挨轟 這是他這種風格的投手王 要承擔的特色 我想可能他在 這一系列對許基隆的配球上 也都是比較以直球系列為主 那 這對打者來說 其實會滿好攻擊 因為他的 視覺反應一直看到的是 直球的軌道進 所以這顆又剛好 有點投在石頭的位置 那你就會 尤其是 許基隆這種 power的打者 聊天 是 就這棒看起來 是被咬到了囉 跳起來 沒辦法接到 哇那這樣子 0被突破了 是 因為陳子豪這一支 兩分炮啊 讓中興兄弟的先得分之外 那這也是本季 陳柯毅的對上中興兄弟 第一 跟第二的 自責分出現 是 不過剛剛有講 他的持久如果投進去 都有一點卡克的感覺 非常的扎實 其實他有想要把他壓低 是 進來的角度是不錯 但是好像位置上 就從9號跑到8號去了 比較偏橫中的位置 其實成績已經盡力了 這球打得還蠻高的 看著球 沙妞娜啦 這個陳文傑大的 有扣遠的 把這個球擠得完全咬中了 現在變成一分差了 對 對 本季第五轟出爐 嗯 雖然現在98球 但是教練團要考量的是 現在只剩下一分的領先囉 是不是要換投手 然後在這個時間點 對他去趕快去做一下變換 我看來似乎是沒有 沒有什麼動靜 對 但是因為有被打這一轟 所以這一局要是可以 現在結束的話 我覺得九局可能還是會做投手的更換 嗯 7以上 在出場只有陳塞一 嘴巴拉回來在右半邊 非常的深遠 在警戒區這邊跳起來 沒辦法 SOLO SHOT 溫傑炸裂右外野的楊春炮 哇 幫助中英兄弟在開賽就取得1比0的領先 本賽季的第六轟 哇 連續兩天敲速全壘倒 昨天在 第一發全壘打 來看一下這個進了一點 變化球 嗯 中間稍微偏低 但是沒有太大的一個位移的變化 有點 比較接近是這個布萊威的這種卡特球 但是 現在只有3分的領先 然後3塊 整個頭打的傑司 左眼放下 左眼放下 出現了 吸殺 吸殺 吸殺回來了 2分跑 阿坤真是要得啊 真的 哇 就是要這種精神啊 纏鬥到底 居然被打得第四支的全壘打 對 這個球漂亮 我想要配個卡特球 哇 進入到這個 將空以攻擊的一個熱區啊 哇 感覺這樣猜直的 再來一顆 打得滿紮實的 左眼方向的高飛球 出去了 楊春炮 上到一軍啊 就開轟 面對鋼龍喔 今年球技能打得不錯 在第二局上半 左眼方向直接轟過大牆 大喊一聲 回到本壘大吼 這大吼是不是覺得 最近在二軍比較悶啊 有點把心裡的這個壓力釋放出來 哇 這打得很紮實 這個球員 很難投啊 抓野方向的高飛球 全地打 打到 追平鴻 哇 剛才講這個球不好投啊 目標就是要敲一支長打 詹子嫻在九局上半 敲出了這一發全力打之後 雙方回到原點 5比5平手 他打左投手真的是打得滿好的 這麼久 結果最後回到5比5 這個真的就是看界內還界外 沒錯 打得有夠遠啊 哇 這 張懷 陳志豐 這個球出手帶起來 在右半邊 飛鞋距離夠遠嗎 來到了警戒區 最後這個球過強了 全力啦 前面提到過 岳振華在這個賽季 長打的發揮 立刻證明給大家看 本季的第九轟出爐 不知道這個球也不像正教人講到 有點借到這個現場的風勢 但不管我這個其實一打出去感到這真的是有咬中 你從他甩棒的一個動作來看 他覺得這個球其實 岳振華他本身覺得這個球是打得還不錯 這球打成了一個左半邊的飛球在左外野方向 哎呦在界內喔 應該是看到標竿 這是一個在界內的喔 這是一個兩分炮虛殺 這時候威利歐來之前是84 哇齁 真的是江國宇轟出去 哇 這時候是一個重要的兩分炮 左外野手陳成威是放棄了 那這個球 看起來是不是直接打到標竿上 再來看一下 真的冰箱 哇 難怪球沒有繼續往後飛 是 被拳雷打界線標竿的擋網給打回來 單身就是一個兩分炮 沒錯 也要謝謝今天的風勢喔 因為現在風勢剛好有一點往右 右左右脆 把他頂住了 對 頂住了 目前2比6 4分暫時落後